阔瑜和蝸牛他们是表兄弟 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好 有一天阔瑜就跑去找蝸牛说 蝸牛 蝸牛 我要去另外一个山头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你的壳可以借我吗 那蝸牛就很为难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壳是非常珍贵的 对蝸牛来说 因为可以保护它 可是呢 因为阔瑜要走这么远的路 他又很担心他路上遇到危险 所以他就说 好 可是呢 你要记得要还我 还有你一定要保护好 因为我平常都很照顾我的壳 那蝸牛说当然没问题啊 那我告诉你哦 我去呢 要一个礼拜 婚礼也要一个礼拜 所以两个礼拜以后呢 我就会还你 蝸牛说好 那蝸牛呢 背着蝸牛的壳 然后就出发了 他到了那个婚礼上 所有的朋友都说 哇 蝸牛 你买了新家 有人说 哇 你背着这个壳好帅呀 嗯 蝸牛也觉得 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壳了 当他参加完婚礼 然后回去的路上 他本来刚开始还是赶路 后来呢 越走越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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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开始想 这个壳要还给蝸牛吗 还给蝸牛了 我不就没有了吗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飞来的一只大鸟要吃它 然后蝸牛呢 赶快躲到壳里面 躲了两天 那只鸟呢 最后只好放弃了 那也是在这个时候 蝸牛突然想 它会碰到危险 那蝸牛呢 蝸牛会不会碰到危险 这个壳本来就是蝸牛的啊 它应该还给它 所以后来呢 因为它已经 严格了两天 已经耽误了行程 所以后来就用 有生以然最快的速度 赶快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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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回去 然后爬到那个蝸牛 躲到肉一堆里面 然后就叫蝸牛 蝸牛 我回来了 然后蝸牛说 哦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好久哦 感觉好像有一百年那么久 然后蝸牛还说 啊 我很担心耶 这几天我很担心 你不把你 你不想把壳还给我了 那蝸牛呢也觉得 嗯 蝸牛果然很索心用 所以以后他还跟蝸牛说 没关系 以后只要你还需要壳 你都可以来找我借 那你看这个就是 赶小珍新出的童话 那从这个童话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后宁呢 遵守了他的承诺 他也跟蝸牛保持了 他们之间很好的友谊 那小朋友从 拆去梦娃当中 然后就吸收了故事的营养 那也讨也好了 自己的好品格